Diri吧 第四點 隱藏功能 現在還有自動清理驗證碼的功能 一次性清除驗證碼 這個真的太方便了 不然簡訊永遠都一大堆驗證碼 隱藏功能5 另外系統會主動推 嗨大家好 我是毛克力的毛 你們有沒有看今年的蘋果發布會呢? 真的超厲害 除了那款超炫的Vision Pro 蘋果也推出了iPhone的全新系統 iOS 17 我一直都很愛藏鮮 所以當然是第一時間升級了我的手機 過去的一週我都在摸索這個全新系統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使用iOS 17過程中發現的新功能 以及我的使用感受 還有一個小提示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覺得iOS 17不太適合自己 或者有任何問題 我會在影片最後教你們如何把系統降級回iOS 16哦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麼我們來講一下iOS 17體驗一週 他的四個全新功能 和五個你可能不知道的隱藏功能吧 首先就是那個自定義照片海報 這個功能很好玩 打電話的時候就能看到對方的照片 還可以用自己的創意給他們換上美美的照片 無論是圖片 文字 Emoji等等都可以哦 中文名字還可以垂直顯示 甚至可以把自己設置成一張超美的背景影片發售給朋友們哦 我來幫我妹做一張名片 調整大小 更換背景還可以把人摳出來 調整字體顏色 欸? 建成還蠻美的 完成啦 另外在iMessage裡面多了語音轉文字的功能 這個很方便 而且他現在可以用自己的照片做成貼圖 點選自己喜歡的照片 他會自動幫你這樣摳圖一圈 按加入貼圖就可以使用囉 裡面還有個平安通報的功能 你要回家的時候可以把這個傳給朋友 或是另一半 讓自己回家的路上更安全 蘋果鬧鐘 這個待機功能很讚 開啟之後 手機就能變成一個鬧鐘 並且我們可以隨心所謂的 變化自己喜歡的鬧鐘樣式 還能顯示通知行事例等等 更能展示相簿裡的圖片 還有去過的程式 以及手機裡的人物 繼續往左滑 又有不同的時鐘 往下滑有各種樣式可以選擇 不過要記得使用這個功能 手機一定要橫的 也需要一個支架 還有充電喔 當然官方也有提供了官方支架 和充電器出售 但平衡的價格 你們懂的 第四點 新的桌布 包括了超美的土星 跟各種行星和萬花縫的圖案 能讓你們的手機看起來更加獨特跟酷炫 武通的第五點 在蘋果的健康APP裡面 多了一個可以每天記錄情緒的地方 現代人壓力太大了 這個功能有助於掌握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態 接著就要來跟你們說說有哪些酷炫的隱藏功能了 隱藏功能第一個 當你的臉距離手機30公分以內的時候 系統就會自動跳出通知 提醒你要注意距離 這個功能實在太貼心了 打開以後才發現原來我平常都拿太近 瘋狂被提醒 你們只要去設定的螢幕使用時間 看到螢幕距離 點開開啟它 之後距離太近就會有通知了 第二個隱藏功能就是 當你使用無痕模式查看私密網頁的時候 系統就需要人臉驗證才可以打開 這樣別人就無法偷看你的秘密囉 另外現在你哭叫Siri的時候 不用再說Hey Siri了 只要說Hey就好囉 Hey Hey 嗯? 是只要說Siri吧 欸 第四點隱藏功能 現在還有自動清理驗證碼的功能 一次性清除驗證碼 這個真的太方便了 不然簡訊永遠都一大堆驗證碼 隱藏功能五 另外系統會主動推薦你清理較大的文件 像是重複的照片影片 你不需要再手動一個個檢查 省了很多時間跟精力 還有一個隱藏功能是 iOS 17 還考慮到家長的需求 為了子女的網路安全提供了保障 如果你的孩子將裸照發送給陌生人的系統 會自動將照片模糊 有效的保護孩子的隱私跟安全 另外LINE現在新增了 早上下午晚上凌晨的時間提示 以前只有上午跟下午的區分 不過現在似乎有個小bug 玩LINE貼圖有時候都會點不開 不過重啟一下它就會好了 最後Airdrop的通知現在不會顯示在中間了 而是出現在上方更不干擾我們的視線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分享完以上的功能 那麼大家對於這次iOS 17更新的感覺如何呢? 如果你們覺得並不是那麼的滿意 或者覺得並不如預期的那麼好 也不用太擔心 我們可以把iOS 17降級回iOS 16喔 那現在來教大家如何降級 回到我們熟悉的iOS 16版本 但是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備份 備份 還是備份 在降級的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資料丟失 因此我們要先做好備份的工作 你可以使用iTunes或iCloud 如果是照片的話也可以使用Google相簿等等 另外在進行備份的同時也要確保手機的電量十足 這樣就可以避免在降級的過程中因為電量不足或是電源中斷導致手機變磚 兩個步驟都完成後 現在我們就來一步步教大家如何降級iOS 17吧 首先到Apple的官方網站 下載並安裝最新版的iTunes 然後開啟iTunes 把你的手機用USB連接線連到電腦 接著在iTunes中你會看到你的手機 這時按住鍵盤上的Shift 同時點選回復iPhone 選擇你下載好的iOS 16韌體檔案 然後點選開啟 iTunes就會開始全自動將你的裝置降級到選擇的韌體 這時不要觸控手機喔 等它降級完成後 你的手機就會自動重新開機 這樣就完成降級了 來講一下這次更新iOS 17的使用感想 實際使用起來我覺得小半不少 等到Beta版本更新後可能會好一些 不過也有一些新的功能我覺得還蠻酷的 值得大家去體驗看看 如果你們已經更新了iOS 17 有沒有什麼新的好用功能 或是遇到的BUG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我是毛克力爾毛 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